好了外面基本上能界度就几米 我口这个第一次开开这么能界度这么低的那个车 所以慢一点再慢一点 一定要把刷跳灯啊雾灯啊全部打开来 基本上外面看不到了 我们离那个目的地青海湖的一个营地 房车营地还有100公里 现在99.9公里 好 我们开走下坡了 哇靠 基本上没有能界度可业啊 就开到前面的那个 还好有那个那个那个马路中间的那个斑马线还在 所以现在速度大概45左右啊 现在一路下坡了 哎呀这个 第一次走走走走走走这么贴气的路况啊 好 这也算是生惊百战 好 收到收到 你已经离我有点远了 我已经听不到你说话了 我这边 reloading Autologaz路口等你啊 听门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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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在一个三岂路口等你啊 Mike va 噢 声音清楚了 应该快大了 噢 那 那我走起来 走起来 要不然要被你抓错了 那啥 走啦 在你屁股后面啦 好 慢点 这个是跑的不快 我 我跑的不快呀 刚刚那个有一个啊 不知道什么 那个好多人在那里拍照 这种贴心 外面能拍啥照嘛 自己人都 离开两米都看不到自己了 我们迈也走 对吧 现在三四五啊 快走 走下坡路了 还好中间有斑马线 没事 现在是往下走的 对 你跟着我就行了 你跟着我就行了 好 跟着我 前面有车啊 前面有车啊 现在前面停的 稍微 呃 几米的话 它停在那里都都看不到 所以要慢一点 对呀 停在那里好危险 如果没有这么大 哦 这个停很漂亮 刚刚有人在 急事那里应该 你就不要下急事了 我们赶紧先下去吧 现在 雾越来越大 开到 开到一路的那个 那个那个坝 那个什么 丰田 车过去 哦 这里看不到路跨咯 前面有车停的啊 你要慢一点啊 那个人都妈的刷跳都没打 好的好的 哇 这能界都 就几米嘛 啊 有点吓人了呀 不过大家都慢 还好 第一次 我第一次走这么 能界都这么差的 路况 又是第一次 跑出来玩的那么多次啊 哦 那么大呀 能界都这么低 我还第一次碰到呀 你都出来 都会碰到不一样的事情 对呀 你每次出来都会碰到不一样的状况 什么样的状态都要去经历 对吧 我现在转速三千 红红方就红红 嗯 这边根本看不到 哎呀 我们只有慢一点 刷跳灯 雾灯 你雾灯没开吗 雾灯也要把它开起来 雾灯在哪里开啊 没开雾灯吗啊 保险看那里的雾灯 我开了 你没开 没问题 好了 现在好一点了 感觉 正常保都没问题应该吗 对 我们下山慢一点 现在能界都好一点了 因为刚才在最高的山顶嘛 现在我们慢慢下来了 我好像又好一点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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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是 你那个车子保的多少张米有反应呢 海拔三千八左右吧 现在基本上我 我加了高约包以后 应该 外在有高分了吧 这里路口又不行了 这里路口又不行了 这里能界都也差了 能界都也差 慢一点啊 这里有好多坑 还有96公里 到达青岸湖 对面有车过来了 对面过来 老爷过来 就开了两个 两个灯 哈哈 哦 在歇径中行驶啊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对啊 这样也挺美的嘛 人生要经历不同的东西啊 人生要经历不同的东西啊 不光是风景 人 还有事啊 我们人生都要去经历 我们人生都要去经历不同的东西啊 希望我们人出来通的路都是好的 是的 是的 好老啊 我反光镜看不到了 我得找一下那个后视镜加热 我找到了 我后视镜加热打开了 人生要经历各种的事情 不管好的不好的 我们都要去经历 这样我们才会成长 四十多岁也是人生最造年的时候 也是人生最值得 好好的 经历的时候 只是我们这个年纪不能再去挥霍了 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资本 让我们去挥霍了 年龄玩何时啊 再玩就玩不动了 这个时候会玩得尽性一点 年纪大了 骑个摩托车 他们也不会骑了 那是 所以说 对自己好一点 哎呀 昨天我那个采访的那个 那个兄弟 看着小妹包出来 真的 他里面说的很多话 我觉得非常的认可 哎呀 这家伙 说的很多话 我觉得 很值得我们学习 那等你剪出来 是 视频已经发了 我自动 昨天就上船了 十一点五十几分 他应该自动会上船 看不出来 他看的那么瘦 我以为才三十八九岁呢 年轮也四十多了 只比我小一岁 对啊 看起来比较坚强一点 对最主要还是心态好 还是心态好 所以咋都不老 哎呀我们精力超骚啊 没办法 他有没有老婆小孩的 肯定有嘛 他这个年龄怎么会没有老婆孩子 他有个 他有老婆孩子 一个儿子已经读初中老子 他说 这里能解读又不行了 能解读 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年福的毛 什么像丝丝的感觉 哎呀年福算是天气热把他解过了 这是要让他解起来 然后回家以后年福我给你好好去美容美容啊 他跟他买这衣服穿了 对狗在车里面没事 哎呦哎呦哎呦 那是必须的啊 带个狗出来 我觉得还是有办 你看那个那昨天我采访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兄弟 他开面包车不是也带着一条狗吗 对啊有个倾诉的对象 没事你还可以跟他聊聊天 有有狗了以后你还可以最起码还可以说服自己带他去溜溜 要不你一个人懒得出去啊 最适合你了 我要是一个人的话我就躲在里面了 看看手机 但是有狗了我还得切他去溜溜啊 踩板是不是还得涨我看一下 啊怎么能接度这么低的了 啊 这还不对啊 哇对下车道过来真的看不到就只有一个灯 所以还好这个是这种路话只有车速也都不快 三千六 三千六了啊 那青海那已经到了青海了 三千六你有感觉吗 目前还好啊 青海湖也是这么高的海马吗 就三千多啊 还有你的车呢现在有没有反应 目前还好啊 特别是爬坡的时候一定要M倒 然后大油门啊大油门 不要舍不得给油啊 对啊对啊 要不你太温热的开 容易积碳 容易积碳的话就容易后面容易堵 海拔一带过了三千八 三千六以上晚上就进来不要洗澡了啊 因为海拔高洗澡 人体机能会下降 容易感冒 好的好的 还有人那个海拔过了四千好像才有暖风也 不是很好用了 现在也不要用了 我还说他们用不 所以我们去冷的地方一定要带一个电热台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电热台没得行不行啊25块钱的不会烧吧天呐 你睡觉之前把他打开嘛 睡觉了把他挂掉嘛 他应该有定时的吧 那是我的家给你定时 应该有吧 哇能建筑越来越低了 要是没有斑马线我真的不改开了 太恐怖了 一开始还开那么快我追都追不到 一开始没这么能建筑这么低啊 现在能建筑就两三米啊 两三米我改开快啊 这个我不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吗 现在也就三十七三十八速度啊 我要登大眼睛了 这里路还比较差啊慢一点啊 他比我们更慢了 对那个SUV开的确实慢 他也是第一次开这种路况这么差的也开的慢 也心里慌呀 这个是什么国道嘛 啊 这个是叫扎哈公路 对啊 那个路面我就来行道 能这样子还可以啊 感觉空气稀薄了一点 海拔高的地方不要做大用动量的事情了 这一段好像能建筑又好了一点了 哇一下子炒亮了一点了 终于炒亮了 下山了 下山了 好了好了好了 终于炒会下山了